可是我看報紙啊 上面的香港人民 好像確實是滿激動的耶 對 香港人到底為什麼那麼激動呢 今天誰來晚餐要拜訪的家族呢 嗯 就是我們家 長相 個性 價值觀 皆不同的三兄弟 他們的晚餐究竟會聊些什麼呢 碗塊準備好了 誰來晚餐放外篇 Action 最近很紅的返校閣 你們有看過嗎 這個故事啊 是發生在將近60年前的戒嚴時期哦 台灣啊 戒嚴了40年 聽說也是世界上戒嚴時間最長的 哦 是哦 你是最近歷史課上到 最近也很紅的香港政府啊 在10月的時候 用緊急法定定了禁蒙面條款 下令啊 對蒙面的人進行開罰 這似乎好像有點戒嚴的味道哦 戒嚴都這麼久了 應該不關我們的事了吧 誒 戒嚴到底是什麼啊 很恐怖嗎 在返校說的那個 是台灣的白色恐怖 在那個保密房碟的年代啊 最基本的人權 民主自由 隨時都有可能被侵害 當時政府啊 透過不同的方式控制社會 像是 你跟誰講電話啊 傳訊息 跟誰見面 都會被知道 還會嚴格控管你的思想 只要政府 哦謝謝 覺得你是可疑人士的話 思想激進 顛覆人權 串通匪諜 這些罪名全部都會加諸到你身上耶 逮捕啊 沒收財產啊 甚至刑求 都有耳聞 真的是還蠻誇張的哦 而現在的香港啊 似乎好像有一些 台灣當時白色恐怖的影子 香港人到底為什麼那麼激動呢 其實啊 這時候反送中訴求有六點 完全撤回條犯條例的修訂草案 收回暴動定性 釋放被捕人 且撤銷控告的罪行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警方的執法權 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辭職下來 還有從組警隊 但是 在這六個訴求裡面 香港政府就對第一條 完全撤回條犯條例的修訂草案 有所回應 其他就只是 含糊的帶過 欸 哥 如果你們是香港人 你不會覺得被呼嚨了嗎 中國政府的手法 我感覺是這樣啦 對國內 他們就政府的立場 就散播香港抗爭的消息 對國外呢 就用中國代表的這種龐大市場 對各國開始施展無形的壓力 我覺得有時候中國大陸就像媽一樣啊 欸 他們常說這些是內政問題 只有他們自己才會懂 噢 別人都不懂 就像媽媽覺得說 他知道怎樣做對我們最好 但往往這個意見衝突的時候啊 他又常常不聽我們說什麼 對不對 好好好 不過 既然你說中國大陸是我們的媽媽 那這個意思就是代表說 我們跟中國人其實有很大的協同關係對不對 對對對 當然 台灣啊 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主集都在中國 台灣人跟中國人也確實有無法撇清的血脈相連 全球上億的華人同胞啊 其實就像有血緣關係的親戚一樣 欸 就算有血緣關係 你的個性想法行為也一定不會一樣啊 嗯 對不對 但如果爭執跟衝突發生的時候 就應該像家人一樣啊 啊 對對對 不管吵得多兇多可怕 都應該好好做下來溝通嘛 欸 就像我們兄弟相處也是這樣啊對不對 我們可以自己做決定 有自己的想法不會因為不同的想法而受到壓迫 每個人都可以獨立思考 這不是很棒嗎 唉 我覺得搞懂這些真的好累喔 對啊 但是邊吃邊聊比較輕鬆吧 這些事情都跟你我息息相關啊 了解這些之後才知道啊 自由 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多吃點多吃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都沒吃 對啊 剛剛講太多話了 欸這真的很辣 超辣 很辣 喔 對了 我有個朋友啊 前日子就接受了誰來晚餐的採訪 然後在反送中的時候啊 親自走到香港一趟 這些事情啊 讓他意識到啊 國家的主權性非常重要 也了解每個生命啊 都應該獨立 而且有自主性的 這集呢 也會在12月中播出 有興趣的人記得鎖定喔